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新赛季NBA开打一个多月 本赛季诞生了几只超级黑马 森烈狼十四胜四辅领跑西部 魔术与国芭蕾胜也杀到东部第二 紧随凯尔特人 由于加姆斯 杜兰特 库里这些传奇球星步入生涯末年 他们的统治力确实在不断下降 胡人本赛季很多比赛 达到第四节就看老瞻类的插腰伏系 气喘吁吁 被年轻人不断地冲击对抗 确实吃不消 杜兰特常规赛过度透支使用也存在隐患 勇士更是成了库里一个人的球队 想赢球 要看其他点能不能正常发挥 而很多新生代快速崛起 比如亚历山大 最近六场比赛场均34分5 篮板6主攻1.7抢断 三项命中率高达60%加43%加98% 终生代球星的成长 包括黑马的快速崛起 都依靠强硬的防守 而有些球队则本不倒置 打破了球队的完美框架 选择用多巨头抱团的方式冲关 比如快船 过去四个赛季 在小卡和乔治带领下 快船上线就是西局 此外小卡和乔治都饱受伤病困扰 上三季交易截止日后千下微少 本赛季出段又换来哈登 球队开赛也来战绩8胜10负 而从哈登初战起 快船5胜8负 已经跌到西部市民开外 单论纸面实力 快船的阵容真是强无敌 时期都是MVP 小卡两次拿到总决赛MVP 还有一个常规赛MVP前三保罗乔治 但输篮网 输尼克斯 输灰熊 输三阵绝肌 输迪胡 简直没有底线可言 首先 因为哈登的到来 整个快船需要改变很多东西 微少没有投射 于是主动请鹰打替补 乔治喜欢直球 可哈登打法不契合 所以也经常和微少一起带衔阶段 关键是在考文顿 巴图姆几名封线大将离开后 快船封线只能依靠小卡和乔治两位球星了 没有其他人做脏活累活了 哈登本赛季场均9.8次出手 能够拿到14.7分 4.4篮板 6.3助攻 两项命中率为45%加40% 开销率不低 但场上是副作用 方手屡屡被点名单打 被雷击军训完 又被库屡军训 谁铁哈登斜防 谁就漏人 就这么简单 哈登防守确实卖力 但低不过岁月的洗礼 而在进攻段 哈登本赛季禁区内出手占比不到14% 生涯最低 不是他不想出手 而是上篮中间那一下 至少将了两个档次 不是大了就是小了 现在哈登的角色定位 一个没有突破加油传球能力 加油一定投射威胁的自由人 他也不会打无球 关键哈登受困于快传球队地位 他也激励控制自己的出手 要知道哈登也拿着3500多万的薪资 我做一个对比 开拓者的布罗格顿 本赛季场均17.7分4.3 篮板6.4助攻 两项命中率不比哈登高 但比赛贡献值和竞销率值可比哈登高 布罗格顿有防守 薪资也才2250万美元 快传因为得到哈登 失去的是两个风险大闸 就在半年前 哈登可以在对阵凯尔特人的季后赛系列赛中 一场42分加3分绝杀 一场45分加3分准绝杀 如果逼着哈登多出手 哈登也能拿高分 但这不符合逻辑 不符合哈登如今的定位 而过去四个赛季 当小卡和乔治一起出战时 快传96胜46负 胜利67% 当小卡或乔治 有一人或者全部缺陣时 快传战绩为86胜80负 胜利也超过50% 可是本赛季两人一场 不落打了18场 球队胜利还在五成以下 站在快传角度 伦纳德和乔治不需要进攻端 有那么多吃球的人 替他们分担压力 只需要防守端 有人做脏活累活就行 可哈登的属性却背道而驰 快传管理层出发点是好的 脚以来哈登 希望他带队保证球队下线 让小卡和乔治 以健康姿态迎接季后赛到来 单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哈登作为持球大和 如果无法保证闪亮 那甚至不如更擅长防守的布罗格顿 甚至像马茨的特雷琼斯 奇才的泰尔斯琼斯 也能完成串联工作 而且哈登打无球 连微少的底线空切都没有学会 当然 这不仅仅是哈登的问题 快传为什么要换来哈登 说白了是不信任小卡和乔治 能保持健康状态 过去四年他们太让人失望了 惊吓到了该续约的日子 快传管理层直接无限期 推迟续约谈判 小卡和乔治 但凡有一年能带队夺冠 哈登不会来 而且由于快传头重脚 重身子轻 后卫多 内线多 封线没人 谁带替补都不好使 威少和谁搭档 对手放空威少全力 报家另一个人 争惯豪门倒下 因为哈登 但源于卡交组合 实话实说 看着压力 山大快速崛起成长 不知道快传老板 鲍尔默会不会难受 但像威少基本 未来就是底薪合同 也只有快传需要 而哈登下一份合同 军薪三千万以上 不太可能了 他在快传暴露的短板太多 至于小卡和乔治 也早该解散分开了 要怪只怪 小卡当初随便 拉来个人组团 老老实实去 胡人当老站接班人 或许没那么多烦心事 而勇士这边 近日美媚Hoop Shep 记者UOC Ghostland 撰文谈到了勇士的情况 UOC Ghostland表示 虽然可来 维基斯状态糟糕 追梦也大大听听 但据ESPN的大数据预测 勇士本赛季预计 可以取得44胜 足以进入附加赛 但勇士本赛季的总支出 接近4亿美元 其中有1.925亿的奢侈税 未来两个月将至关重要 如果他们的战绩没有起色 他们在交易截止 日前的目标 可能会由升级阵容转变为省钱 如果勇士只是一支 竞争附加赛名额的平庸球队 那勇士老板愿意为他花多少钱 目前勇士的薪水是2.083亿 奢侈税1.925亿 总支出4亿美元 勇士花4亿只为一个 附加赛名额说不过去 勇士2024年首轮签要送给开拓者 因此他们也没有理由摆落 勇士合理的逻辑是 减税同时提升球队的 运动能力和年轻化 如果勇士送走 克里斯保罗价值3080万的薪水 2024-25赛季无保障 他们可能吃下2330万的薪水 这样可以节省750万寄水工资 同时减税5000万美元 如果勇士继续交易得到的球员 他们节省更多 那么勇士会提前交易 保罗避税吗 其实主场有镜无险战胜了快船 这场胜利对于勇士而言 非常关键 两支处于绝对逆境当中的球队 水赢了 就可以稍稍松一口气 谁说了情况对于他们而言只会更加糟糕 很显然 在连续三次对决的首次碰面 勇士占据了主动权 他们能够赢球的关键 除了克莱 格林等核心球员重新找回了状态之外 替补球员的超长发挥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其说这是三巨头之夜 不如说这场比赛是年轻人赢下的 竞技体育身体年轻 能跑能跳才是王道 目的顶地为金斯首发之后 打出了非常沉温的表现 库明家 沙利奇 波杰姆斯记着几名替补的整体效率 也大大超出了预期 阵容深度以及战术素养 是勇士取胜的关键 某种程度上来说 勇士的伤病 给了这些年轻人展现自己的机会 尽管库明家 沙利奇的表现可能更加高效 更让人感到惊艳 但在我看来 波杰姆斯基的发挥 才是值得勇士去重点照顾的 如果真的交易走保罗 他是可以顶替替补空位位置的 本场波杰姆斯基出场的时间 超过了30分钟 他是替补球员当中 唯一一个有这种待遇的球员 而在效率方面 波杰姆斯基也没有让勇士的教练组失望 他投篮时中午 其中三分四中二 个人贡献了13分 八篮板二主攻没有失误 在场中复制方面 波杰姆斯基达到了加十二 很显然 波杰姆斯基的场上效率 足以让人惊喜 1.93米的身高 能攻擅守 只要登上球场 就变得一场兴奋 投入度极高 但作为一年级新生 不切场 对篮板有极高的灵敏性 在出场的13场比赛里 场均15分钟 可以拿下6.9分 4.2篮板2.2助攻 41.9分的三分命中率 个人防守效率102.3 联盟第九 最重要的是今年才20岁 真的是个可造之才 比起波尔强的太多太多了 很显然 沙利奇来勇士就是镀金的 他表现出色 身价提升 本赛季结束后 只要他不接受底薪的合同 他基本确定会离开勇士 库明加纵然效率不错 可球迷们在他的身上 确实看不到太多的未来 他茫茫壮壮的打法 说难听点 注定难成大气 手感好了可能会迎来爆发 如果没有找到节奏 库明加甚至可能会成为负担 唯独波杰姆斯基不仅发挥高效 而且他也值得勇士信赖 因为截至目前 波杰姆斯基展现出的球伤 是勇士这帮年轻人当中 最高的 即便他不可能成为 库里那样的超级巨星 等到库里退役之后 波杰姆斯基成为勇士的组织核心 这是可以期待的 他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应该出现在哪里 做什么事情 他所需要的 是更多的出场时间 更多和坐镇经验 实际上 对于波杰姆斯基 绝大部分的勇士球迷 都已经被他征服了 虽然仅仅是一名新秀 而且还不是乐透秀 但波杰姆斯基展现出来的能力 是配得上进入乐透区的 回过头来看 勇士在首轮第19顺位选中 波杰姆斯基 和他签下四年1620万美元的合同 这笔签约 勇士算是捡到宝了 不过 由于是被勇士选中 这对波杰姆斯基的成长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之前勇士主场对阵森林郎 在多名核心缺席的情况下 波杰姆斯基 哄下了23分7蓝板5助攻 他率领残阵勇士 差点先翻了如今西部第一的森林郎 从那之后 科尔便表示 波杰姆斯基会进入勇士的轮换 成为勇士轮换阵容当中的一员 结果 上一场对阵国王 波杰姆斯基被弃用了 原因大概是之前对阵马次的时候 他五中零 没有得分进账的关系 这就是勇士目前的情况 包括目的也一样 年轻人只要犯错 或者是表现不好 他随时可能会被教练拿下 而老将即便状态再烂 表现持续低迷 他也会得到足够的信任 说难听点 年轻人 老实人 在勇士想要上位 太难了 说难听点甚至都有点不可能 但波杰姆斯基绝对是一块 值得培养的扑玉 昨日赛后采访 有记者提及科尔称赞了 波杰姆斯基今日发挥 对此波杰表示 在森林郎的比赛之后 我找到了自信 现在我是一名带着自信打球的球员 本场的比赛计划就是 我要打30分钟 我们有三位关键球员保罗 嘴哥 小配顿无法出战 所以我必须要准备好 要能填补球队 需要我填补的任何空缺 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